不过,以依佩霞为代表的西方学者,正尝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宋徽宗的艺术活动。 大宋朝,一个艺术文化的黄金时代,科举制度的完善,使得文官政治在北宋晚期达到了顶峰。 朝堂之上的各级官员,同时也是诗人、书法家、画家,他们掌握着社会权利。 一个帝王,要像领导这样一个文官政府,不能只依靠所谓权势。 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颂画《听秦图》。 画中那个道家装扮的男子,就是宋徽宗召集。 而在听秦的场景中,还有两个文官。 人们可以从画中感受到流动的秦音和千年以前的皇家气韵, 也看到了一个多才多艺的君芒形象。 有的人认为,听秦图中,着红衣者就是全臣蔡青。 蔡青就是一位书法家,他甚至可以在这样一幅皇帝预提的话里,写上自己的诗。 不难想象,爱好艺术的宋徽宗对一些与他有同好的陈辽会多一层好感。 而帝国的忧患也在此时隐隐浮现。 据说,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,正是宋徽宗召集。 我们无法想象,他在题字的那一刻,是否已经预感到, 无论是自己,还是这幅画,都将流离失所。 公元一一二七年,在经历了金冰的洗劫之后, 宋朝人心中的汴京城,永远地丢失了。 只有张泽丹的清明上河图,为那座城市留下了丰饶的记忆。 即使山河破碎,却还有一只花笔。 倘若就中国绘画的既往开来而言, 这一束桃里在宋代之前花开一季, 到了宋代开始结果, 由此便引来了中国绘画的千数万数。 意大利的什么Renaissance是一样的, 宋代也是这样, 有很多很多的真正的画家, 每一个画家是不一样的, 有很多的,很多种的山水画, 人物画,佛家画什么的。 绘画的历史从, 其实是从唐画开始,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很多唐单的画, 有比较多的宋画, 所以可以说, 后来中国的绘画历史都是从宋画开始。 这是北宋时期的一场选秀, 与今不同的是, 他们选的是宫廷画院的学生, 未来的御用画师。 主考官就是著名画家、 书法家兼当朝皇帝宋徽宗召集。 宋徽宗于崇宁三年设立画学, 把绘画正式纳入了国家科举考试的轨道, 并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皇家画。